前任及現任的特區政府 今年官票都特別多 包括捲入貪污風波的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夫婦亦被控誹謗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星期五上午亦會去到東區裁判法院做證人 去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地區諮詢會 社民連的秘書長陳德章 就在諮詢會上訂雞蛋 目標是梁振英 但最後就訂中曾俊華 陳德章被控普通襲擊 案件星期五就會開審 這種情況今年就不會出現 因為梁振英會收起他的一張摺凳 今年的施政報告諮詢會取消地區諮詢會 不會落區見市民 只會透過電郵和網頁等方式收集公眾意見 梁振英上任之後 舉行過多次地區諮詢會 但施政往往都無法成為焦點 人民力量曾經動員霸位 又將所有提問機會 轉交給菲律賓人治事件家屬謝志堅 就讓他可以質問梁振英 菲律賓人治事件的進度 消息形容 地區諮詢會已經變成示威者的表演地方 梁振英很難在那裏聽民意 所以就決定取消 據了解 其實政府都考慮過其他的替代方案 其中一個就是參考港台節目中言堂 以隨機抽樣的方式 抽出一批市民 按照著不同的主題 安排小組會議 向政府進言獻賊 但這個建議最終都不獲接納 政改三民組也開始了若見多個政黨 政改第二輪諮詢 原定在上個月啟動 但因為佔中就暫時擱置了 據了解 政府計劃在今個月之內 重推為期兩個月的諮詢 將政改的討論和佔中分割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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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